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台湾完成本科教育后 林大栋前往美国先后读取了雪城大学奠基硕士 加州国际医药大学针灸硕士 加州Liberty University东方药学博士学位 之后任教于加州国际医药大学 担任中医学教授 投身中医之前 林大栋曾任职于硅谷斯科等高科技公司21年 2008年 林大栋在师傅尼海莎先生的指导下进行中医经邦专家系统的开邦 2018年 林大栋联合多位英才 共同创立问质中医 并成功研发中医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 中医大脑 林大栋博士主讲的中医精品网课 问质大医小课 已有15万多名在线学员 曾出版在药箱中寻找爱少年王比利的故事 AI 奇皇中医大脑艺案集等畅销作品 陈正荣旭 三周前接到大洞兄的来电 戏能为其新书佛州汉堂跟诊日志 师从尼海莎先生见文录写序 读着大洞兄真情流露的笔触 如实地记录了当年在佛州跟诊尼市海莎的点点滴滴 心中不禁又激动了起来 思绪回到了15年前 初与尼诗结缘的那一年 2005年8月 接到尼诗海莎的来信 要我放心去美国 安心学习 拿到中医执照 才能师处有名 真的来为京方 为天下苍生尽一点力 2006年 正是蒙尼诗恩准 陆续回台两次 参加人际班 伤寒论及惊愧要略的学习 初在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的教室 第一次见到尼诗的本尊 尼诗豪气爽朗直接叫出了我们的名字 郑荣 你的个头不高 来做第一排 那年12月22日 拿到刚印好的精装版本的人际系列 真九篇的书籍 请尼诗为我们签名留念 尼诗在书上提字 郑荣 弘扬国学 诗尼海莎2006年12月22日于台北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尼诗的训语 尊重教会 永至新田 2007年 初登桃花岛 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岸 Marrate Island 第一次的三个月临床跟诊中 我不断地接受到震撼教育 来自世界各地的重症患者 来到了佛州汉堂中医学院求诊于尼诗 尼诗永远都是早上第一个到诊所 早上七点多就来开大门 看着世界各地的医疗讯息 最新脉动 今日有哪些患者来求诊 状况分别如何 若遇有特殊个案 尼诗有时就会在一日的看诊之前 来到我们跟诊学生的休息室 白虎厅 先来和我们讲解一下状况 常常一整日诊疗下来 全是重症 甚至生死一线的患者 尼诗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精确诊断患者的病逝 找出病因 并当场解释给我们这群跟诊医师 学生们听 同时也要明确和患者说明缘由 生活作息 饮食 心态等要如何调整 欲有特殊的脉象 严诊等 尼诗也要我们当场来把脉 感受特殊脉象以及实际的眼睛诊断 例如透过严诊来察觉五脏六腑的气机变化 如胰腺癌 肝硬化 肝躯肌毒 脂肪肝 变烧 心包剂痰 心气不足 心血不足 肾氧不足 肾躯结实或手术后等出现的特殊严诊征兆 下药处方时 尼诗更会仔细说明用此方此药的原因及剂量 如遇特殊病案病情比较复杂 学生有所疑惑时 尼诗更会直接要我们来到朱雀厅最后的房间 在大黑板上直接画图讲解给我们听 务必要我们心领神会 了解病因病积极治疗的方式 记得那年 先后有七位乳腺癌患者来诊 面对这七位乳腺癌患者 尼诗的诊断又要处方皆不同 因这七位患者罹患乳腺癌的病因不同 症状不同 并未不同 并是走向不同 尼诗分别用七种不同的思路及处方治疗 皆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真正是印证了中医同病意志的道理 而尼诗灵动应变 胆大心细又谨慎严谨的思路及治疗 开启了深深学子的中医之眼及无尽藏的世界 第一次跟诊 绝大多数 都是人技班的师兄姐前来桃花岛实习 有诗和医师兄 陈杰宽医师 张梦超医师 刘芳契医师 吴远婉医师 等等 还有坐镇汉堂玄虎厅亲爱的大师姐 严北辰医师 大家一起跟诊学习 课后的case study更是令人怀念 2008年 再度前往桃花岛这一年的跟诊 我认识了来自一群从北加州来的工程师 也结识了大洞兄 大洞兄是为热血又有报复 心地单纯又正直的学习好伙伴 尤其大洞兄本身就是软件工程师 更是付出实践 研究知性如何结合所学与京方的应用上 常常每日跟诊之后 大洞兄及北加州的几位师兄弟 也会到我们的住宿地点 与来自南加州的我们 还有吴远婉中医师 一起共进晚餐 并针对当日并按研讨 或是日后如何推展 京方来进行意见的交流互动 尤其当时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门师兄弟 一切豪气甘云地愁策天下大事 不为自己谋私利 而来集思广义如何立一群生 真是一大快事 之后直到2010年 也是尼师开放跟诊的最后一年 我年年皆有兴致佛舟跟诊尼师海上 这几年下来 每次的跟诊 都会被尼师治疗 重症患者的实际疗效及慈悲作为所振动 尼师不仅仅是单纯开放又要下针而已 更重视远道而来求诊患者的心情及生活 常常会为患者的住宿 饮食费心安排 也希望患者能够保持愉悦正向的心态来面对 甚至还安排患者去果园采果子 去环球影城 迪斯尼勒园来放松紧张的情绪 尼师把患者当家人来看待 真正是做到了士兵如亲 当年的我曾反复思量 何以是能日心又心不断提高 每年的见面都是另一层新的境界 于心声疑问之际 尼师有如收到了我们心灵的声音 那天尼师一早进来白虎厅 对着我们这一群跟诊医师问 你们可知道为何我可以日日进步吗 我不是年年进步 是日日进步 原本以为尼师要告诉我们 要念什么样的医学经典 或研习什么样的议案 结果完全不是 尼师告诉我们 他于每日睡前必做三件事 第一 必一一回顾省思自己一日下来的所思所言 所作所为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 是否有不慎之处 为患者开的药方 治疗方式 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自己今日的心态言行 哪有不合理 不合道之处 第二 学不在背后论人是非 时间是用来救人的 不是用来说人是非的 第三 每当遇到重症难题 无法突破 私有不得时 必向古圣先贤求助 查阅圣人经典以求其应 误入解决之法 当然 古师根本没有化疗 放疗 电疗 穿刺 嘎马刀 免疫疗法等现代科技介入人体的黑盒子 所以尼师面临比以往更严峻的环境 也正因如此 尼师至心一处 疗效宏大 古汤之盘名曰 苟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康告曰 做新民 时事造英雄 是因为英雄有舍我其水的气魄 原因无他 只为救人而已 尼师常说 他只是中华医学五千年来的一个过客 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让一道世世代代发扬传承下去 尼师说 他也是一个人 只有一双手 如何能一进天下苍生 唯有更多心地正直的优秀学生们 医生们在各界各地一同努力 一起来就是 相关是因菩萨仁义慈悲牵手牵眼才有可能 根诊时 尼师一在告诫我们 凡夫是为己 为力 而圣人是为功 为义 尼师常言 圣人无功 尼师示范了真正医者应有的风范 2010年7月至9月 是尼师生前开办的最后一次跟诊 9月3日离开佛州前 我与恩师及跟诊同学们一起合照留念 离情依依 互道珍重 游记正门汉唐中医学院对联 汉朝医学普及天下 唐代盛世万古流芳 祝日侧门对联 天锤向 地发鸡 一念之间龙舌起路 奔月侧门对联 首执书一卷 足跨五千年 何等至解 何等至相 尼师已然先是尽九载 昔日尊遜训语与教会 仍日日深刻心田 至此切当四股远近时局 我们又该如何建立失智 以报施恩 2020年开春至今短短数月 世界各地持续的动荡不安 从澳大利亚的野火 到连续重大的坠机悲剧 各地不间断的地震 野火 水灾 蝗灾 气候异常 恐怖攻击 以及现今的新冠肺炎全球性的重大威胁考虑 以不单是生物学的立场 观点 也涉及了人类全面性的心理状态 身为生命共同体的我们 当作时代的良心 人为己任 义不容辞 则无旁贷 无其人则无心 无心则无量 无量则来路无有开半矣 一知有道有数 前心应武 大化而敢聊出几 一知有理有勇 至心精进 守刚长以气天明 一知所认所为 救济离守 并道得以至身心 物是心念与意志和 心念充满 意志持恒 坚固而厚动 有道有德 得道两间 可知一夜而行一道 反之则不足以言大意而行傲止 拯救执法 贵在弃天立行 然道知智者 疏不尽言 言不尽义 临床致政 万乎变化 不离一礼 因缘施法 存乎一心 世文欲传 唯以传心 一道同源 祖数其皇 真理妙道 参玄入微 当之当行 生命与天命连接 为天地立心 生命与性命连接 为生命立命 生命与会命连接 为往生寄绝学 生命与使命连接 为万世开太平 言有尽而亦无穷 祈愿大动兄的这本佛州汉唐根枕日志 师从尼海煞先生见闻路的问世 能唤起更多医者的良心 共同来救济群生 以报施恩 无备置之 事已为序 美国加州洛杉矶大义中医诊所 陈正荣医师 紧时 于自家书房 2020年8月26日 廖明黄旭 几天前 大动突然打电话给墨学 为其当初会去学中医受我的启发很大 希望凑起南梦超 北明黄 帮他为跟整尼老师见闻路心书写序 想起尼老师当年这句话 是勉励 也是警惕 墨学当下就答应 当年 墨学一位恩师突然辞世后 顿时觉得失去一种依靠 认识尼老师之前 已经成功挑战医院的癌症 错误诊断和癌症患者的愈后 也见证过大师成功治疗癌症 艾滋病的功力 但是 面对当今医学的谬误和患者经历的无谓苦难 深觉必须如药王孙思苗所言 国籍医员 惊寝不眷 在医学的原地努力耕耘 同时也是寻求一个学习的医治 即使是今天 也仍兢兢业业的学习 附近追悉 2008年初次去桃花岛追随尼老师 诚然开启了个人学习中医的新业 到今天 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 再再都无法忘还尼老师的责备 读这本建文录 令人一起当年 风尘扑扑飞往佛州 以期盼的眼光跟着你老师看诊的种种情境 老师时而神采飞扬 时而怒目金刚 时而苦口婆心 时而开怀欢唱等等画面历历在目 老师走的那天 是我们这里的夜里 从来都是一觉到天亮的墨学 当晚梦到老师 随后急醒 打开计算机 发现大洞在几分钟前告知老师走了 令人崩溃 记得老师来硅谷讲学期间 有姓经老师指定 每日接送老师于学校与旅馆之间 某日在途中 忍不住请教老师关于忘诊相关事项 老师最后说了一句话 没关系 慢慢来 那也成了向老师学习的最后一次对话 认识大洞二十几年了 看着他从一个单身的工程师 到结婚生子 到投入中医的学习 以及后来的临床 教学 不得不赞叹 他的经历 真英俄人有无限可能这句话 在投入临床之前 大洞在旧金山湾区硅谷 早已成为说 学 逗 唱的名嘴 逢年过节 他常面对邀约而应接不暇 近年来 投入中医临床 教学和社区讲座 把他的本事完美地结合 他的中医讲座已经名文侠尔 如今大洞这本根枕见文录问世 把根枕的种种观察和心路历程 精彩地描述出来 刘昌的文笔 幽默的口吻 你们之中恐怕无出其右 希望能够引起有文采的同门兄弟姐妹们的共鸣 努力技术 造福世界各地受你老师启发的中医学子 也祝福大洞中医大脑在接在立 套老师的话 没关系 慢慢来 一步一步来 成功再往 了明皇 2020年9月7日 张梦超旭 我认识的林大洞医师 是个风趣幽默 有他在的地方就不会有冷场的工程师 作家 医生 关注中医的朋友们 尤其是汉唐中医尼海上安师的粉丝 想必对硅谷中医损友团的网页不陌生 化为阿旺笔名的第一写手 担任损友团团长的正是林大洞医师 秦于笔庚的大洞 2018年出版第一本著作 《药乡中寻找爱》 秀微信息出版 是本小说集 有两篇小说 《寻找小杨》 即《药乡中的爱情故事》组成 是以美国西海岸为地理背景 有关中医的现代小说 也在硅谷中医损友团的网页连载过 已经被很多同好先赌为快 隔年2019年出版第二本著作 《玛雅神教教主》 本季 少年王比利的故事 秀微信息出版 也是本小说 叙述大洞小时候 以在台湾屏东时就读中学时的生活为背景 缅花一位朋友王有正 是以真实故事写成的少年小说 接着于2020年 大洞完成了中医生涯的另一高峰 AI七皇 中医大脑医案集 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在此之前 大洞还与合伙人开创问指中医 以中医大脑科技 结合人工智能 云端计算 运行连锁人工智能中医诊所 十年某一件 至此注梦成真 将早期京方专家系统 进一步发展 为中医大脑人工智能 辅助诊治系统 在其连锁中医诊所实践 你是天上有之 一定欣慰有此高途 文师心心念念的牵手牵眼系统 向前迈进一大步 盼大洞师兄 不忘初衷 穷乡辟量也能语录均沾 两周前 接获大洞刚刚完成另一文作 佛舟汉唐跟诊日志 师从你海煞先生见文录 要我写序 随着大洞的文字 回忆起自己跟诊尼诗的时光 那段日子 改变了我的人生 令我脱胎换骨 更加坚定中医是我一生的职制 我想 每一位尼诗的学生 都肩负着传承与发扬中医的责任 每一位尼诗的学生 都一个人的脚步 以不同形式和方法 报答施恩 如师和医医师 除了忙于诊悟 更于中医课程教学传承 物易于利 其独创悟处的药物学中的 要性八纲辩证 提升了中医系统完整性 自诩尼诗思维为纵为主 自己系统为横为辅 交错综合 延续纵深 让学习者少走弯路 媲美曹颖府 将左颈师徒一脉相承的学术贡献 难怪2007年 尼诗在生日庆祝会上 赞许师和医医师 将来必是汉唐中医的黑马 传承的大任 就靠他了 永远的根诊班长陈正荣医师 根诊资历最完整 无出其佑者 为人热忱 乐于助人 不但时常参加一诊活动 更长期义务从事中医教学 教育民众中医知识 当年我可以赶上第一梯子根诊 就是因为他在人际班上 经您是准许 每上完一周课程 立即将录音快递到加州 让我同步跟进学习 借此特别表示感谢 并期待正荣的根诊日志完整版 早日出版以享读者 还有许多汉唐医师 都站在自己的岗位 贡献心力 在此无法一一呈现 挂一楼万 还请大家见谅 相信未来的大洞 必有更上层楼的大作 我且拭目以待 这本根诊日志 只是大洞抛砖引玉 大洞抛的可是金砖 希望未来可以看到 每位尼师学生的根诊续集 洞杉矩中医 张梦超静敌 2020年8月31日 沿北陈旭 记得第一次见到大洞医师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他会出现在一堆书呆子中 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所说的书呆子是指 只会买手读书 但是不太会社交 也不爱说话的人 其实是指我自己 他在一群中医师里 是那么的突出 那么的显眼 那么的与众不同 我记得他在课余时间 是非常的活泼好说话 时不时还能说学逗唱 引人捧腹大笑 那种感觉 就像大家都在图书馆里安静的看书 突然 有人在图书馆中间开启了演唱会 或是相声表演一样 让你没法不注意到他的存在 那大约就是我对大洞医师的第一印象 后来随着根诊的时间长了 我渐渐发现原来他不只是会中医 还是硅谷计算机工程师 同时还是个作家 在根诊的过程中 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医的热爱 对人的热情 对同学的关怀 以及对尼医师的茹木 他多彩多艺 结合了中医理论与计算机工程师的特长 开发出了早期的京方专家系统 把中医诊断与处方借由这个系统程序化 方便了京方中医师的学习与工作 尼医师对此事赞赏有加 认为中医的牵手牵眼计划 可以借此来实现 让京方中医能发展到世上的每一个角落 同时保证一定质量的看病水平 造福大众 跟诊结束后 大洞医师除了利用所学在诊所治疗病人 更是常常开课教授中医知识 以及中医养生 希望人人都能获得健康的身体 除此以外 他竭力助数 至今已经有 《药》 《湘东寻找爱》 《玛雅神教教主》 《本记》 《悲哀》 《奇皇》 《中医大脑医案》 他真是一位不吝分享自己才学的中医师 现在大洞医师的最新著作《佛州汉堂根诊日志》 是从尼海煞先生见文录即将父子 李人有幸能为其写序 相信大家读完之后 一定会有许多收获 如果是尼医师的学生 读完后一定能从大洞医师 幽默风趣的文笔中 回忆起跟诊时的点点滴滴 如果是没有跟诊过的人 读完之后也能像身临其境一般 感受到尼医师的风采与博学 同时还能学习到真正的京方医学 维吉尼亚州 严北辰中医师境底 2020年9月1日 夜昭程序 2020年夏天 在新冠病毒疫情急湾区野火蔓延 没日没夜的轰炸下 于电话中得知 大洞要将到桃花岛根诊日志父子出版 总算是在这诡异的一年中 感受到一些令人兴奋的消息 我认识大洞是因为中文学校 每到周末带小朋友去中文学校上课 我们一群工程师爸爸们 也自然凑在一起聊天 大家年龄相仿 背景也相似 谈起来常常是天南地北 欲罢不能 也因为家里面的健康问题 闲谈中讨论到网络上泥湿的文章 进而带起了大家学习中医的兴趣 一开始当然是买了 人际和天际的DVD回来研读 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医的我们 读起来却是津津有味 每到周末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分享 便是我们最期待的快乐时光 那时我自觉学得太慢 难以将中医实际运用于家人 还特地带着全家南下到洛杉矶 早已有多年开业看诊经验的张梦超师兄看病 而家人自身病情的改善 更加强了我们学习中医的信心 除了我之外 大动 军委和其他伙伴也都有各自的体验 都有心想在中医方面更进一步 取得执照 不但可以为家人解除病痛 也可以提供亲人朋友更深入的保健养生建议 所以大家决意以考取执照为目的 一同去本地的中医大学念书 也是在那时 我们有机会一同去到桃花岛跟着 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许多精彩而真实的案例 对于当时我们这些中医新生而言 是一次又一次的刺激 不但深感自身学习的不足 同时亦可体会中医文化的渊博 这些内心的感动 实难以言语形容 幸好大动文才斐然 透过他的生花妙笔 一一将当时的情境记录下来 而今再读一次这些文章 仿佛可以从文字中感受到那佛州炙热的阳光 雷雨过后湿润的空气 停车场旁印第安胡椒的味道 甚至那热切学习 澎湃不已的心情 都是如此的深刻 感谢尼师让我们当时有机会几次前去跟诊 得以一窥中医的殿堂 也多谢大动无私地分享他珍藏的回忆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佛州桃花岛 与大家一起重赌大师风范 领略中医之美 庚子年仲夏同学夜招成仅比喻加州佛丽蒙 张灿红旭 最近一个几年前的病人来看我 当时他的顽疾头痛被我治好 这次来看失眠 顺便聊到我当年的神奇一案 其实连我自己都忘了 他说他儿子好几年前的手指尖长满了泡疹 甚至延伸到了手掌 而且非常容易流手汗 看了皮肤科西医 不管吃药抹药都没有什么效果 当时吃了我开的药之后 三包就全好了 我猜了一下我当时可能开的处方 连续猜了好几个方 但那病人都说不是那个方 我把科学中药的目录拿给他看 他找了找说麻性以干汤 就是这个方 过了几年他儿子手的汗泡疹再度复发 也是在买了科学中药麻性以干汤一吃就好了 这十几年来我学了很多方 看了很多书 但对于京方的实力 似乎还是刚看完人迹是最好 因为当时还不会用石方 只会用泥尸教的京方 学贵乎专业啊 在浩瀚无涯的中医学海里 永远不能忘记中医的根 是在于京方 这让我想起了此书 作者林大栋师兄的女儿 小时候得了非常严重的皮肤病 当时师兄开了麻黄加树汤 麻性以干汤等方 效果有但不明显 点泥尸看后 摸到孩子手脚冰冷 于是便用麻性以干汤在家当归四泥汤 药粉一包吃下去 隔天皮肤病全退去 疗效惊为天人 初学一时 我每天一定会看泥尸的网站 最期待的事就是等着看泥尸的网站更新 只要一有更新的文章 我便会非常雀跃地反复阅读 泥尸的整套人迹 我反复读了不下十遍 只可惜无缘去佛州跟诊 看了师兄此书 也算了却当年无缘跟诊的遗憾 看了此书中诸多泥尸的经典议案 就如同当初看人迹时的感动 我犯了以前和泥尸的答问 如今看来格外怀念 老师您好 您说神门学可以顺着心经往少府写次 或沿着灵道通理 因切写次到神门 可是神门学的学性是子学 理应用写法不是吗 顺经者次为补 逆经者次为谢 视为迎随补谢手法 如此说来 神门学是否要逆着心经次比较好呢 还是说这个学道可以不用管迎随补谢手法 随着心经写次也是为谢呢 因为本身是子学吗 还有您说心计 失眠 心不藏神 情志不稳 一生气等都可以用神门 可是心计有虚实 失眠也有虚实 那扎神门学的时候要用什么补谢手法呢 还是说这些症状多以新阳序为主 所以就用顺着心经网少甫写次的手法 补法 嘛 但是如果是心阳虚 用少海学不是更好吗 还是说神门学本身是这些症状的特效学 因此可以暂不用管子母虚实学性 网少甫写次 平补平线年年真即可嘛 望老师不力为学生解惑 感恩不尽 学生 张灿红 敬上 尼师回答 真神门学向少甫方向次 主要是因为心经近处就是心经脉气所在 此动脉就是我们诊断孕妇所使用的地方 因为是动脉所以很容易出血 所以就采用随次之法 当然这是治心气虚实的真法 当我们遇到心气实时 一般我们不许心经子学是因为不好摆姿势 容易刺到里面的血管 而实则卸其子 所以我们多使用脾经学位来卸心实证 像本学太白 子学商丘 而且公孙学就在此二学之证中位 八法中公孙主充脉 这充脉只大心脏 而且八法中不需要去分虚实 几乎是真下的同时心痛与胃痛就去了 无人时常治心脏时 简智慧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充脉通心根位 所以可以立竿见影 张同学问得很好 好好努力 将来你必是名医的 很棒 你老师 自 感谢尼师当年的鼓励 才有了后来林大栋师兄 和我一起研发的中医大脑 也希望此书能带着读过人际的读者 一起穿越时空 进入当年根枕泥式的殿堂 问指中医医学总监张灿红 2020年8月17日 崔祥润旭 大学一年级时 我买了全套中医专业本科教材 对照着网上的教学视频 信心满满 露智昂扬开启了我的中医自学之路 我打算苦学一个学期 假期回家就给亲友治治病 露两手 半个学期后 我满头是包 如同烟割了的公鸡一般垂头丧气 一门 中医基础理论 就打得我无从分辨东西南北 中医理论那真是一套一套又一套 上能解释宇宙起源 中能解释净化繁衍 下能解释电子夸克 就拿补水寒木来说 干木亏了 应该要补肾水以滋养干木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不补肺金以补肾水以补干木呢 为什么不先培皮土以生肺金 进而金生水之后再水寒木呢 那干脆再追求本质 先补心火以故皮土 土生金 金生水最后再水寒木 哎不对 按五行生客来说 补心火还是得靠干木啊 死循环 完蛋了 这是我自学中医的第一阶段 沉浸在中医死循环中无法自拔 但毕竟是读过几年书的人 我成为了亲戚朋友间的中医理论家 大家有时候得了病还真找我问一嘴 我总是能把握住着千载难逢的机会 解释得头头是道 理论圆融 逻辑自洽 表达深入浅出 治病的方法呢 那还真没有 遇到较真的人严肃地问 我这病到底咋回事 怎么办 我一般都回答 你这是甚需 要不先来半斤枸杞补一补 多年以后 我因经营问指中医 而接触到中医业内真实的一面 所接触的医者着实不少 我有两种惊讶不已 国医妙手确实有 其医术水平令我惊讶不已 但实为凤毛麟角 更令我惊讶不已的是 大部分医者居然如同我十多年前的状态 徘徊在中医门外 临正一无所成 中医行业之消避 可见一斑 就那样 我的中医自学入门算是失败了 直到有一天 一位江湖中医朋友神秘兮兮地告诉我 最近发现一套视频 真好看 我看着他道貌岸然的脸 心里想 您不是修身养性 炼精化气 已养天年吗 您居然也好那一口 他又说 这位老师叫你海煞 他讲中医跟别人不一样 学完了用起来治病效果特别好 中医之门正式向我打开 看了几期视频 惊为天人 原来中医应该这样学 我垂胸顿足感慨自己走了好几年弯路 怎么没能早点走上中医学习的正统 四语后甘霖如获至宝边血边用用之多艳 我才真正感受到中医果然是无穷的宝库 我听过太多中医爱好者和中医师分享过相似的经历 最伟大的帮助是法布施 给予对方醍醐的灌顶 智慧的光明 就凭你海煞先生对中医行业的不法成就 他足以被尊称为尼师 这是我与尼师第一次接触 开启了我自学中医的第二阶段 不会想到几年之后 我与尼师用另一种方式有了交集 2018年 我带着想 开发一款超级中医大脑的想法 寻找共同创业的合伙人 得元与尼师的弟子林大栋医师相识 并共同创办问指中医 彼时 我尚不知道 原来尼师早在十年前就与林大栋医师研讨 并着手开发中医经方家 牵手牵眼系统 用计算机实现中医的辅助诊疗 用中医经方帮助世界各地的人解决疾苦 穿越历史时空与尼师有了碰撞 我一多感叹因缘果然不可思议 在林大栋医师领导研发下 今天的问指 中医大脑已经把尼师的中医智慧 全部收录其中 尼师心念的中医 经方家牵手牵眼系统 得以成就 中医大脑经常开出令人惊讶的方子 医者多有不解 甚至怀疑是不是中医大脑犯了错 但我们仔细以医理分析可以发现 并非方子开错 大多是医者自己未能理解中医的正统思维 真正能治大病的方药就是这个样子 像尼师的生父子与炮父子同用 生父子与生半下同用 重用父子 细心与硫磺等 下士闻到大笑之 是正法于不顾 可叹 可惜 可悲 于是 我们讨论多次 希望通过一本书 向世人呈现尼师所坚信的中医正统 为了保证能够呈现尼师临正与教学的真实一面 这本书以跟诊笔记件文录的体材撰写 林大栋医师客观记录自己三次在佛罗里达州 汉唐中医跟诊的所见所闻 记载 并披露了很多外人所不知的尼师 辩证用药心法 得没有机会亲临尼师教学现场的朋友们 通过本书学习尼师思想的机会 关于尼师 坊间流传有太多不真实的故事 像尼师是经方家 他从来不用任何师方 甚或有些故事已经有了造神运动的倾向 更有将尼门掌门 唯一敌传弟子 指定学术传承人等自创的头衔 自封于一身的七世道明之徒 这些情况 均对大众如实的学习 尼师的医学思想颇有伤害 这本根诊见文录并不是为了加剧神话尼师 反而是要破除迷信 呈现给大家尼师临床和教学中真实的一面 尼师是经方家 但他对于后世时方之缺荡者的运用 也是他医学体系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尼师是非常务实的人 他的目的始终如一 那就是用中医的力量治病救人 尼师的很多做法是行精刚道 令不明之人感觉偏激 但这其实是矫枉必须过正 师后宫才能号召起复兴中医 复兴经方的力量 这未尝不是有效的霹雳手段 但不要忘了尼师的菩萨心肠 希望借由本书 呈现林大洞医师根诊的真实见闻 还原一位中医临床家务实的一面 也寄托我们问指中医 对尼师的无限仰望和追思 崔祥瑞 问指中医CEO 2020年8月4日 自序及感谢 这本书是笔者记录在12年前 开始有幸跟诊尼海沙老师的往事 虽然自己可说是舔猎师门 但当时的一些实际的跟诊建文记录 在今天看起来还是弥足珍贵的 你是当年的教学情景 都已写在这本书中 在校稿的时候 看着自己写的文字 居然还是会流下泪来 一些当年的师徒互动的过程 老师对我的关爱和鼓励 都一再令过了知命之年的 我感动不已 书中提到的一些 同时跟诊的同学 朋友 都在世界各地 举起了京方复兴的大旗 而做第一线医治患者的工作 书中在怀念老师之余 也为当年的前尘影师留下了血泥红爪 记录了当年大家在佛州 共同学习的美好回忆 除了老师离开了我们 一起跟诊和学习的老友 王军伟医师也走了 在文字之中有多少往事利益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在完稿后 感谢几位师兄姐的次序 最早答应写序的是 一起在中医路上学习成长的叶昭成医师 他也和我一起在同一所中医药大学里教书 深受学生和患者的敬爱 而在诗门中很受大家敬重的两位大师兄 有南孟超 北明皇之称的廖明皇医师及张孟超医师 他们二位都同时次序是相当难得的 这两位已经是大师级的先进 在加州可说是师门之光 张孟超医师是尼师非常赞许的名医 他在看诊之余也一直在做医术传承的工作 廖医师更是当年启发我学习中医初心的人 他在各个中医的领域中都有深厚的研究和成就 亦是一位常年从事国际一诊的人医 还有我们永远的班长陈正荣医师 他在老师的身边最长 得尼师的真传之后 也带领了很多青年学子投入中医的行列 在美国南加州及中国台湾都有很多的学生 他行医济世的努力是大一京城的代表 这次非常有幸的也请到了可谓尼师左右手之一 从长年在汉唐中医学院看诊的大学掌颜北辰医师来写序 这位我们敬仰的先进师兄能次序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而玉峰师兄是我多年来的师友 早年也多次向他学习 他在京方上的指导令我进步甚多 这几位同门的次序给这本小书添加了无上的光彩 我要再一次的感谢他们 各位先进各位朋友 让我们一起随着这本小书坐上飞机 飞向海外的小岛 走进壮丽丰富的京方世界中 是为序 林大栋于硅谷问指中医 2020年9月10日